战斗机想要飞的话 强劲的动力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作为飞机心脏的航空发动机 其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而美国之所以能研制出一代又一代 性能优越的喷气式发动机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美国能更好地把握影响航空发动的因素 能在推力尺寸重量耗油率 以及寿命可靠性等几个方面掌握平衡 所以美国战斗机水平才一直引领着世界 像F22重型战斗机出来后 才定义了什么是五代机 欧洲国家和英国和法国 他们航空工业在喷气式发动机上的水平 有几个方面做得特别好 但可能是受技术限制 偏偏重要的推力性能并不出色 而苏俄制造的发动机正好相反 我们都知道 苏俄研制的喷气式发动机 一直都是以推力大 推重比高 可靠性强而出名的 但它也是出了名的寿命短 油耗子 这就导致了很多设计很出色的苏俄战斗机 出现了推短和后勤保障费用高的缺陷 不过现在的俄罗斯也意识到了 自身喷气式发动机存在的缺陷 并试图加以改善 比如在AL-31F涡扇喷气式发动机的后续改进和升级型号的研发中 俄罗斯航空工业除了继续保持或提升最大推力外 工作重点则会放在改善使用寿命和降低油耗等方面上 也想成为一个精致的小姐 其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做法就是俄罗斯利用继承的苏联遗产 加上自己这些年与西方国家的技术交流经验 使得如苏35战机等装备的AL-41F系列涡扇发动机 在各方面的性能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仍与美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喷气式发动机差距巨大 再说 美国配装了F119发动机的美第五代战机F22 在2002年就已投入部队使用 同样配装了F135发动机的F35战斗机 已经可以批量生产 这代表着美国第五代战机和发动机的研制已经基本完成 而美国为了保持空中优势和响应美军日益提高的需求 美国政府也已经通过了各项研究技术 像X验证飞行器开发验证新的飞机方案 综合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等 开始论证和筹划下一代战斗机和发动机方案 并且美国已经有了一定研究成果 这让总是想侵略别国的俄罗斯 拿什么去和美国北约等国家比 2021年美国通用电机公司就宣布 其首台XA100自适应循环发动机 已经完成高空台架测试 性能与预期的一致 也就是说美国第六代战机的发动机向着实际装机又进了一步 并且在将来拥有自适应循环发动机的美六代机 不但会拥有更大航程速度机动核载 而且可以高空高速摘星反倒 这些都不在话下 那么什么是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美六代机在安装后是为了适应超远程作战吗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简单的说就是涡轮喷气发动机加涡扇发动机加冲压发动机 就是将这三种发动机揉在一起 在不同的时候自适应启动不同的工作模式的发动机 而想要了解变循环发动机的工作模式 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三种发动机的工作模式 首先是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它在航空发动机代次上属于第一代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研制 在五十到六十年代获得广泛应用 其综合性能指标的推重比约三到四 涡轮前燃气温度1200到1300开尔文 典型机种有J57发动机BK1发动机等 都是四五十年代的老古董了 也为之前的航空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主要的结构由进行到压气机燃烧式涡轮和尾喷管组成 在战斗机中还会在涡轮和尾喷管中间 架装加力燃烧式 也就是航空发动机代次的第二代 加力式喷气发动机 推重比约五到六 涡轮前燃气温度1400到1550开尔文 经典的机种有J79 TF30 M53P2和P29300等 这一代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大致类似 都是气流在进气道前经过去负面层处理 在进气道中经过激波处理后进入压气机 压气机将气流加压成工作时需要的稳定气流后输入燃烧式 燃烧式中的燃油与空气稳定燃烧推动涡轮做工 涡轮的转动反过来再推动压力风扇如此反复 而战机的起飞爬升机动需要更大的力量 因此在涡轮后再加一个加力燃烧式 让未燃进空气再次燃烧 从而产生更多的膨胀气体推动战机做工 火力军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只要发动机前后温差越大 那这款发动机的燃烧效率就越高 其次是涡扇发动机 涡扇发动机有成涡轮风扇发动机 就是在涡轮喷气发动机外面加了一个套 俗称寒道 再加装几级大风扇形成双寒道进气 相当于涡轮喷气发动机变成了内部核心机 而内外寒道的大小比简称寒道比 它越大发动机做工的效率就越高 所以战斗机在亚音速飞行时 一般都会采用大寒道 而超音速飞行时则会采用小寒道 这样既有效率又有力量 并且涡扇发动机的外寒道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给身为核心机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降温 能起到保护核心机的作用 从航空发动机代次上讲 属于第三代机 涡轮发动机相比于前两代 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推重比约有7到8 涡轮前温度也有1600到1800开尔文 从1973年应用在F-15战斗机的F-100发动机 最先投入使用后 相继的又有每第一架隐身战机 F-117的F-404发动机 F-14熊猫的F-110发动机 西欧狂风战机的RB-119发动机 以及法国阵风战机的M88发动机等等 它们都成为了当时 哪怕是如今第三代四代战斗机的主要动力装置 而第四代航空发动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的 是为了满足先进战斗机的超声速巡航能力 良好隐身能力 高压声速和超声速机动能力 以及一些高生存低维修等特点而研制的 这款发动机的性能比前三代又有了大进步 推重比9到10 寒道比0.2到0.4 增压比26到35 涡轮进口温度1800到2000开尔文 耗油率降低了8%到10% 相当于其可靠性提高了一倍 耐久性提高了两倍 比较有名的有F-119 F-135 A241F发动机 分别对应着美国先进的五代机 FR-2 F-35 和俄罗斯的四代机苏35战斗机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冲压发动机 它比初代涡轮喷气发动机还要简单 其冲压是利用高速气流在速度改变下产生的压力 来起到气体压缩的效果进行运作的 比如进气速度达到3倍音速时 理论上可以让空气的压力提高37倍 当冲压发动机工作时 高速气流迎面向发动机吹来 在进气道内扩张减速 气压和温度升高后进入燃烧室 与燃油混合燃烧 将温度提高到2000到2200摄氏度 甚至更高 高温燃气随后经推进喷管 膨胀加速 由喷口高速排出而产生推力 以3倍音速进气时计算 其在地面产生的进推力可高达200千牛 整个过程不需要高速旋转的复杂压气机 是其优势 同时也是其缺点 冲压发动机因为没有压气机 就导致其不能在地面静止的情况下启动 所以它不适合作为普通飞机的动力装置 通常的解决方法是 另外加装一个助推器 当飞行器获得一定飞行速度后 然后再启动冲压发动机 最常见的助推器是火箭发动机 当然了 也可以让别的飞行器驼着飞 在获得一定速度后 再将其投放也是可以的 冲压发动机按照速度分 能分为亚音速 超音速 高超音速 三大类 亚音速款普普通通 使用扩散型进气道和收敛型喷管 以航空煤油为燃料 飞行师的增压比不会超过1.89 当飞行马赫数小于0.50 一般就会熄火 不能正常工作 它一般多用于亚音速航空器上 当一档亚音速的把机还是可以的 超音速款采用超音速进气道和收敛型或收敛扩散型喷管 以航空煤油和氢类为燃料 超音速冲压发动机的推进速度为亚音速到6倍音速 一般与固体火箭发动机相配合 高超音速款的燃烧则是在超音速下进行 使用氢类燃料或液氢燃料 飞行马赫数高达5到16 只不过目前高超音速冲压发动机大多都在研制测试中 真正大量制造投入使用的还没有 冲压发动机构造简单 重量轻 体积小 推重比大 成本低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带燃油喷嘴和点火装置的桶子 因此它用在无人机导弹等一次性武器上比较多 同时也因为推重比远大于其他类型的喷气发动机 它也飞超市和驱动高超音速飞行器 像空天飞机反舰导弹等装备 知道了这三款发动机的工作模式 知道了美空军对6代战机发动机的要求 我们再来看适用于6代战机的第5代航空发动机 从航空发动机代次上讲 第5代与前4代追求高推重比不同 像F-135发动机就是美国推重比最大的航空发动机 第5代发动机则注重提升发动机推进效率和任务适应性 只不过受到零部件和系统技术的限制 常规循环可能难以满足 未来扩大的使用范围和多种任务需求 因此在高低速等各种飞行和工作状态下 都具有良好性能的变循环发动机 就成了必要选择 在采用变循环发动机后 战斗机可以在亚音速巡航时采用涡扇工作模式 超声速巡航时可采用涡喷工作模式 从而使战斗机的活动范围更广 不同飞行状态下的效率更高 使6代机既能亚音速巡航 又能超音速巡航飞行 当前美国对第5代航空发动机研究进展比较快 研究进展比较快的也就是普惠和通用电器公司 已经开始了对第5代发动机的测试 分别是通用电器公司的XA100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和普惠公司的PW9000发动机 通用电器的变循环发动机 采用的是三含道技术 注意哦 当发动机外围的第三含道关闭时 就是亚音速的涡扇模式 能增大起飞和超声速阶段的推力 当第三含道被打开时 就是超音速的双涡喷模式 能降低巡航和制空时的油耗率 而且这种设计还能保证战机高低速飞行士的效率 完美地将上面火力军提到的 三种发动机工作模式相结合 至于普惠公司的PW9000发动机 是在F135和PW1000发动机的技术上 采用了变循环技术和自适应风扇技术 搞了出来 让未来美国的六代机 有了超远程作战的能力 现在既然发动机都不止一款 那么美国六代机应该也不会只有一款 美国曾公布过一项 数字百系列的六代机采办计划 说是要求美国国防的承包商 每五年就要研制和制造新型战斗机 该计划是美空军下一代空优战机 NGAD计划的核心部分 目的就是寻求开发一系列具备空优能力的战斗机 要赶在2030年前 补充进包括F35和F22战斗机在内的队伍 用来确保美空军的空中领先地位不被超越 美国空军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搞数字百系列 美国曾经的百世系列战机 就是美空军在1950年的数年时间内 从五家企业购买了六种战斗机 分别是F100到F106战斗机 这也是由二战引发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化浪潮的成果 同时数字百世系列也意味着美军不会再像采购F15那样 大量采购一两种机型一用就是40多年 因此美六代机不会只是一种 美国的第五代航空发动机除了让美六代机拥有超远程作战的可能外 其在隐身方面也有不小的贡献 对于六代机隐身是必不可少 美国多年以来在隐身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已经将隐身技术当成了国家竞争战略的基本要求 把作战飞机的高度隐身和发动机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速 比如在F22隐身战机之前 美军的F117和B2都是首屈一指隐身攻击轰炸机 随着各种反隐身技术的发展 仅仅依靠外形设计和传统隐身材料 实现低可观测性的第五代战斗机 在未来战场上已经不够用了 比如现役的F22战斗机和B2轰炸机 其技术优势还能持续多久 因此对第六代战机的隐身要求 要比五代机更加严格 需要扩大隐身的频段 向着全频段隐身去迈进 而作为战斗机信号特征贡献大户的发动机 也必须进行新的隐身处理 像刚才讲的第五代自适应变迅环发动机 其中三寒刀的设计 就可以将第三寒刀相对凉爽的空气 挪到散热大的部件上 减少孔外特征信号 现役战机为了降低战斗机的热核载 用了很多有效的冷却方法 其中有一条就是使用具有质量轻 体积小 温度稳定等优点的燃料 做冷源头 像F22战斗机 就抛弃了许多现役战斗机 所采用的接口温度控制方案 采用了以燃油而热沉的 综合环境控制热管理系统 进行冷却降温 而对于六代机及其发动机来说 对于热管理系统的要求只会更高 肯定会要求使用更加先进的热管理技术 用以降低热部件的温度 现在通用电器公司已经完成第二台 XA100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的测试 如果说首台XA100实验标志着世界上 有了满足装机飞行要求的三含道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证实了这种发动机可以为当前 以及未来的战斗机提供革命性推力的能力 那么第二台XA100发动机的试验 就意味着这项革命性技术 距离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又进了一步 这两台XA100发动机 开挂一般的整出了三项创新技术 除了火力军刚才讲的高效模式和热管理能力 还广泛使用了先进的组件技术 美国这些具有革命性的创新 让该发动机与当前推进系统相比 推力增大10% 燃油效率提高25% 并提供高得多的飞机散热能力 该发动机的高燃油效率 使之可以大幅减少碳排放 它还能使用任何美国空军批准的生物燃料 同时它们都是美国AETP计划的重要内容 如果按计划走 下一步就是将其与F35战斗机进行拼接继承 这第二台XA100发动机 也是通用电器公司在AETP计划中 和Tandem Firearms计划 法国斯奈克马公司提出的 带中间风扇的MCV99 VCE三含道变循环发动机方案 以及日本的HYPR-90C变循环发动机计划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进入了类似美国XA100原型机研制阶段 XA100发动机在未来 肯定是美六代机首选的动力装置 其性能相当优秀 如果测试能够成功 美军又将领先世界至少30年 它的出现也让世界了解一些美六代机的大致轮廓 同时根据美军的换装计划 XA100发动机不仅会提供给FX战机使用 也可能会成为美海军的通用发动机 除了这些像B-21轰炸机 下一代的海军舰载机FAXX 估计都会使用这款发动机 甚至在F35的第二阶段改装计划里 也会出现XA100的身影 可见其在未来美军里的重要地位 好了 关于下一代航空发动机和美六代机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